当地时间3月27号,英国首相特雷沙梅表示,如果其主张的脱欧协议获得通过,将辞去首相职务。这是特雷沙梅首次对首相职位序留做出的公开表态。特雷沙梅当日在议会下院保守党1922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中做上述表示,政府内阁预计于本周五将脱欧协议提交议会进行第三次投票表决。 特雷沙梅表示,如果脱欧协议最终在议会获得通过就辞职,以确保新领导人就未来关系与欧盟顺利开始下一步谈判。目前,特雷沙梅尚未表明辞去首相职务的具体时间。英国媒体称,特雷沙梅有关辞职的声明是英国三年脱欧危机中最新的戏剧性转折。